它的菜鮭為什麼煮起來蝦蝦 那不是讓香蝦頂到嗎 老師 為什麼會這個菜鮭蝦 蝦應該去割到 第一就是這個瓶頂 這種有的這個品種 我們先說它的這個 這個瓦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它的主料變蝦 最主要第一個就是這個瓶頂 因為這個菜鮭魚裡面有一些性分 比較容易變熟還是什麼 就是說你在煮的時候 那切的就放很久才下去煮 本來因為 盡量我們是要 你譬如說你要煮菜鮭 有的人說啊 融合把它放進 怕不會煮 把它放進冰箱 你再拿過來煮 這樣就比較容易 這個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來把它發生到這個 菜鮭比較容易變蝦的這個情形 就是說變蝦 但是最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這個瓶頂 這個瓶頂 那麼瓶頂呢 這是有一點點 有些一種的這個 這個 那麼這個 我們現在市面上 越來越涼的這個天氣 這個月涼的地方 因為菜鮭是夏天的 這個越熱的時候呢 它就越容易出現到這種 這個 它會比較容易翻蝦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些平靜 就是專門 站對這種的這個所在 那麼它比較不會蝦 這種的這個情形 另外就是說 第一點就是說 你如果是遇到這種 比較容易的蝦這個情形 再來有的說 甚至那個地方叫 鋒頂 那樣的出來 你要查看看 有 比如說它有鋒頂 還是什麼樣 在那個地方 很容易出現 就是很容易出現 很容易出現 那麼 這個 在這家 就是說 很容易出現 會比較容易出現 所以第一點是平靜 再來房子頂 有可能 那麼再來就是去撞到 去撞到的時候 那麼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氧化 它的這種 所以 容易的這個變蝦 所以 那麼簡單說 就是說比較有受傷 比較有受傷的 這個 都很容易 很容易去遇到 這個 這個機會 所以這在這裡 讓我們好朋友 在這個管理的時候 還是說你在煮 有的說要怎麼做 其實菜 有的說 看起來切起來就好 炒下去 其實你可以 切好的時候 你用一個 涼水 裡面放一些鹽 切好把它放下去 就把它丟在那裡面 就是說你把它放在 那個鹽水裡面 那麼這種的就比較不會 用鹽水下去炒 當然你會放過鹽 要注意炒的時候 就不能再淋太多這個鹽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這個鹽水 還有一個就是說 不要煮太久 這個東西有時候 它裡面 如果是這個 它的軌子 有的 它的這種 就比較容易 這個 氧化 氧化 莓拉斯後變 還是說 還是說 它有的 太熟了 太熟了 它為什麼會比較熟 這個有時候 煮到也很難說 譬如說 它稍微有一點點熟了 就比較容易有這個情形 所以這要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 欸 盡量就是說 縮短它的一個這個時間 那麼再來就是 這個要煮進去 要煮進去 這個有 那麼稍微煮一下 這個 不要放太久 不要說切切 在那裡放很久 煮這樣大概就比較 比較 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出現到 這個 一種的變黑的 這要稍微看黑的 比較難看 還是這個 最重要是不算 差別真的不大 所以說看黑的 這個大概 就比較 比較不好看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 這給朋友 稍微知道一下 那麼 大體上是 一種的一個情形